以下为人民帝,岛屿,俗话说得好,阿宅一面墙,北京一套房,对于一些喜欢二次元的土豪宅男来说,收集各种动漫人物的手办也是一种快乐,但是经常玩手办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,日版手办和中国版手办的差距往往是很大的。 就拿约会大作战中的人气角色时期狂三来说,在2018年9月12日,Vantage文库就推出了30周年活动的时期狂三纪念手办。 这款手办的形象取自于约会大作战原作新小说第十一卷的插画,是武和世道穿越回到过去遇到五年前时期狂三的场景。 看过动画的人相信也见识到那个天台上戴着眼罩的,这不一样细致的时期狂三。 那么,对于手办而言,日产的和中国版版的到底有什么样的差距? 价格上的差距,当时这款手办的售价是14352日元不含税,折合人民币大约900元左右。 现实市面上的正版大概升到2000元。 但是在某宝或者某多多等电商平台上,这款手办的最低价只有50到70元左右。 这样的价格比起当时发售的价格低了十倍不止。 当然了,很多人也都心知肚明。 毕竟这是,中国版,手办,对于一些土豪阿宅来说,可以肆无忌惮地去收集这些日产正版手办。 但是对于口袋拮据的阿宅们而言,这样价位的,中国版,柴手办倒是不错的选择。 可能这时很多人会说支援正版,从我做起。 但是,中国,柴手办真的等于到版手办吗? 显然不是的,笔者在某货源网站上了解到,这些手办的源头工厂都是,中国,内固定的几家,也通过客服了解到,中国,柴手办并非盗版,而是获得了相关的版权。 而价格之所以低,是因为比起日版手办的制作过程,这些被授权制作的手办在,中国,内制造成本很低。 做工和品质的差距,日版,中国,版,一分贤一分货这是自古不变的道理。 对于制作成本低的国产手办而言,显然对品质上的要求就不是很高了,仅仅有着观赏价值就可以了。 就拿石齐狂三这一款手办的日版和中国,版比较,你们就会发现很大的问题。 比如上述两张图,从表面上看他们的姿态都是一样。 手持短枪的石齐狂三看起来格外的霸气,日版,但是你仔细观看便会发现,中国,版的人物面部表情远远不如日版的精致。 而且区分这款手办是,中国,产还是日版有着一个很重要的特点。 那就是日版石齐狂三的枪口是朝上的。 而,中国,版的基本都是枪口朝下。 这个手将的角度是最明显的判断方式。 不知道喜欢收集手办的小伙伴们,有没有碰到一些挂羊头卖狗肉的无良商家呢? 做工的问题说完了,我们再来说一说两者在品质上的差距。 品质上的差距只有买过手办的人才能感觉出来。 特别是,中国,产手办,品质程度的确一般,在笔者身边,有一个买这款手办的堂地。 石齐狂三的胳膊已经掉了一只,并不是因为磕碰,而是在移动过程中自行脱落。 不过好在本体无碍,关节连接处的空间很大。 用胶粘结一下基本看不出来。 所以这个价格,这种品质也不能要求太高。 毕竟不是日版,材质上的差距决定了品质的本身。 收藏价值,对于经常收集手办的玩家而言,可能会碰到一些交易性的内容。 在这些阿宅眼中,手办的价值不亚于一个古董。 因为有些是限量款和纪念款的。 而当时出场的数量不多,在市面上流通的也不是很多。 正所谓物以心为贵。 可能一千收的手办转手一卖就能大赚一笔。 这样的事情也屡见不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